这个男人全身插满管子 从满是营养液的地方苏醒过来 他痛苦般地拔掉了深入腹部的管子 十分疑惑看着眼前的自己 他摸了摸后脑勺的那根管子 随即就被周围数以万计 排列整齐的培养名给吸引住了 里面正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类 不同的是他们还在沉睡 自己现在却看清楚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只如虫子一般的机器人出现 把男人给控制住 正当以为他就要被处决时 身上的管子开始自己散落开来 随即就被冲进了下水道一样的地方 头顶突然出现一片光亮 一根机械飞涨稳稳地接住了水里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也即将改变这个未知的世界 尼奥原本是名黑客 但这一天他的电脑被黑了 上面的人让他去开门 与此同时 尼奥的门真的响了 幸运的是 开门后是自己的老熟人 尼奥也知道他们是来找自己取货的 但是来人肩上的纹身让尼奥的心跳了一下 上面正是一只兔子 尼奥跟着他们来到酒吧 以便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一进酒吧 一个陌生的女人就朝尼奥走来 直接叫出她的名字 还自我介绍她叫崔尼蒂 尼奥大吃一惊 崔尼蒂的名字在黑客圈里如雷罐 几年前她曾黑入美国国税局 一战成名 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女人 更让尼奥震惊的是 崔尼蒂说中了她的心事 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 尼奥醒来作为一个打工人 她匆匆赶到公司搬砖 被领导CPU了一会儿 她刚准备摸会儿鱼 莫菲斯警告尼奥马上会有火人来抓她 但低头一看门口真的进来了西装男 好像是来找她的 根据电话的指导 尼奥成功地逃进了一间办公室 但电话实际上让尼奥跳窗 尼奥怀疑爬上窗户 低头看着楼下 这要掉下来 怕啥连一句全尸都没有 尼奥最终还是没敢跳下 最后被西装男子带走了 他们把尼奥带进了审讯室 西装男自称是中情局特工 威胁尼奥在电话里提供那个人的线索 那个人原本是美国头号通缉犯莫菲斯 尼奥拒绝了 并要求给律师打电话 但是西装男突然戴上眼镜 尼奥立刻发现自己的嘴融化了 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 尼奥被锁在桌子上 脱下衣服 一只机械大虫子沿着肚气爬了进去 幸运的是 这只是一场噩梦 尼奥摸了摸嘴 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到了晚上 尼奥又被催泥地劫持了 直接扒了衣服 用一个复杂的仪器抵住了他的肚脐 看着梦中的虫子被吸出来 尼奥意识到昨晚那根本不是梦 尼奥被带进办公室 在那里他看到了传说中的莫菲斯 莫菲斯拿出两个药丸 让尼奥做出选择 如果你选择蓝色 你可以继续活在梦里 如果你选择红色 你将面对可怕的真相 尼奥选择红色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开始产生异样 原本碎裂的玻璃 自己开始复原 伸手去触碰 竟如同水面一样 泛起阵阵涟漪 可耐如液体般玻璃附着在尼奥的手上 很快就遍布了他的全身 这下尼奥终于得知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在2199年 人类被圈养在营养液中 作为人工智能的电池 尼奥在营养液中睁开眼睛 他拉开粘稠的液体 从嘴里拿出手腕粗的呼吸机 开始剧烈呕吐 突然一台巨大的机器飞来飞去 毫无抵抗力的尼奥随着机器的摆弄 被冲进了管道 等待尼奥醒来 再次见到莫菲斯 与第一面低丰富和冷静相比 此时的他衣衫褛褛 周围环境破旧不堪 原本帅气的尼奥没了头发 身体极其虚弱 脑后和背部充满了痛苦接口 莫菲斯告诉尼奥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有的人都被人工智能圈养在母亲身上 刚才的世界是人工智能 为人类编织的梦想矩阵 只有少数人获救 最终与人工智能作斗争 莫菲斯因为他而尽力救出尼奥 十分相信尼奥是被选中的救世主 但现实世界的严酷远远超出了尼奥的想象 穿的衣服是乞丐不穿的破衣服 吃饭是无味的粗粮 生活是一艘藏在下水道里的破船 他几乎总是被母亲派来的机器章鱼追赶 尼奥是个普通人 他最多可以有点黑客技术 他不能相信自己是莫菲斯口中能拯救世界的人 莫菲斯对尼奥的训练开始了 他们通过脑接口进入功夫训练 因为本片的五指是圆和平 所以很有老港片的影子 起初面对莫菲斯的动作 尼奥没有动力 但很快尼奥的优势就反映出来了 他的速度非常快 而盯着屏幕前代码的伙伴们感到震惊 从来没有人这么快 但莫菲斯不满意 尼奥开始更快更快 尼奥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倒 在莫菲斯鼓舞之后 尼奥突然意识到 自己并不是处于真实的世界 而他开始打破新的限制 在几个动作之间 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直到莫菲斯被逼到角落 突然间场景变了 他们来到了天台 话音未落 莫菲斯腾空而起 一直飞到对面 尼奥充满自信 摩拳擦掌一会儿 旗袍也飞向对面的高楼 然而很明显 尼奥还没有完全摆脱限制 接下来 莫菲斯带尼奥来到模拟矩阵系统 在这里每个没有觉醒的人 都是他们的敌人 到处都有人工智能特工在追逐他们 训练结束后 他们进入了真正的矩阵 莫菲斯想带尼奥去见先知 确认尼奥是否是救世主 伟大的先知一看到尼奥就说 下一秒你就要侧身打碎花瓶 尼奥知道他怎么能提前预测花瓶被打碎 但是先知让尼奥考虑 预测也是事情发展的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先知说了什么 而是尼奥相信了什么 先知看了看尼奥的脸 又翻了翻手掌 深深地看着尼奥 说出来他心中的疑惑 你可能到了下辈子才会是救世主 尼奥对这个答案毫不意外 在尼奥离开先知的家后不久 尼奥突然看到两只完全相同的黑猫相继经过 这意味着他们被人工智能发现了 事实证明 有一个伙伴无法忍受现实生活的残酷 并选择在矩阵中投靠了人工智能 以此换取富足的虚幻生活 在离开之前 他特别打电话给崔尼蒂求爱 他让崔尼蒂看着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递死 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轮到尼奥了 叛徒傲慢地说话 然而就在叛徒伤害尼奥的那一刻 一个伙伴没有这样死去 偷袭杀死了叛徒 但危险并没有停止 在矩阵世界里 母亲派出了无数的人工智能特工来追捕尼奥和其他人 为了让尼奥冲出重围 莫菲斯店后被人工智能抓住 他们给莫菲斯注射了药物和入侵意识 试图强迫人类最终根据地西安的下落 尼奥和其他成功回归现实的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莫菲斯的生命体征一点一点地下降 为了防止莫菲斯透露西安的下落 他们必须按照规定杀死莫菲斯 但尼奥决定回到母亲身边救出莫菲斯 伙伴们一直在阻止 面对人工智能的搜捕 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 尼奥向崔尼蒂坦白他不是救世主 但他也相信他能拯救莫菲斯 崔尼蒂相信尼奥和他一起回到了矩阵 他们用无数的武器轰炸了这座大楼 最后莫菲斯获救了 崔尼蒂当场下载了直升机教程 学会了开直升机去接应 然而特工一枪击中了直升机的邮箱 直升机掉到了大楼里 但尼奥却稳稳接住了崔尼蒂 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个伙伴脱口而出 莫菲斯崔尼蒂等人陆续回归现实 但在尼奥即将离开的那一刻 特工的追杀也如期而至 随着两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尼奥最后还是重枪倒地 长期以来在矩阵中死亡 就是在现实中死亡 尼奥在现实中抽搐 心脏停止跳动 这时崔尼蒂终于直视着自己的心 他抱起尼奥的头深情的表白 原来先知曾经告诉过他 他爱上的那个人就是救世主 在崔尼蒂的吻中 尼奥也恢复了心跳 尼奥在矩阵中也突然复苏 这时他看着矩阵和特工 就像看着一串代码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看 他直接预测特工的拳头 然后做出反应 他甚至冲进特工的身体 根据底层代码彻底粉碎特工 相信自己可以激发无限的潜力 而爱是支持每个人的伟大力量 这是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最终武器 而在电影的结尾 彻底觉醒的尼奥向矩阵正式宣战 这个虚拟世界再也拦不住他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尼奥作为救世主 现在就是这个世界的超人 而黑客帝国是一部 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幻经典 其独创的虚拟现实概念 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 引领电影行业向全新境地发展 影片技术上的创新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1999年引入了令人惊叹的特效和震撼的打斗场面 为后续影视作品树立了标杆 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与深层次的情节 让观众对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产生了深刻思考 不仅成为了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更为科幻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